請牧師翻譯 弟兄姊妹們平安 姊姊妹平安 好像幾個星期沒有看到你們 好像人也多了一點點 過去幾個星期 新加坡多了很多熊貓 熊貓 因為世界背的關係 很多人半夜沒有睡覺 很多人沒有睡覺 三更半夜看足球 早上就好像熊貓這樣 我有一個朋友幾乎每一場都看 所以你看他樣子真的很像熊貓 我聽說那時候那世界背的時候 那些做醫生的很高興啊 因為很多人去看醫生 進來MC我不用做 我喜歡 我不是很喜歡看足球 不過如果時間對的話我會看看 只要我三更半夜起來 我是不會做這種事情 你叫我幫忙大家起來不要學 我就不愛的了 不過呢我的三個孩子都是在世界背的時候出事 他們在出事的時候我在那個醫院裡面看世界 所以印象很深刻 為什麼會這樣我不懂 好 有一點沒有熱調 我要把他 我給你留下來 我們還沒有講今天的講題之前 我們一起來到神的面前 我們一起祷告 求祂祝福 我們就來到神的革命帶 休靈來祝福 還有我們希望祂 我們帶路面好帶 多一口休到 休渡耶 師父騎我們的祷告 當初地定零尊者在以來 當初地定靈 祂買我們 將我們送到的耶義內 能夠明白 到六個醫師 我們既然相對當初 還需水來的因子 我們將自己在上面 點燈的意念 立望到六個激情 到六個轉難 我的救度 我的盤救 請我們祂祝福 祂祝福 奉我祷睇祂基督的名祥 阿们 OK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马氏姐妹 我今天要讲的是 马帝姐妹 就是两个姓马的姐妹 马达跟玛丽亚 马达跟玛丽亚 其实他们不是姓马 好像我们华人 然后华人就有姓马 他们其实他们没有姓氏 所以不方便来讲 就像他们马氏姐妹 他们以前的 尤其在巴勒斯坦那边的人 尤其巴勒斯坦人 好像现在的回教徒一样 他们的名字就是 他们没有姓 他们就是 孙孙的女儿 孙孙的儿子 好像今天的回教徒跟印度人一样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 耶稣进入那个村庄里面 进到村庄里面的时候 就进入这个姓马的家里面 当时马达是姐姐 当时马达是姐姐 玛丽亚是妹妹 玛丽亚是妹妹 玛丽亚在媒书 玛丽亚就在那边准备很忙了 煮吃啦弄了一些茶水啦 弄什么铺着招待的事情 玛丽亚就静静地坐在那边听耶稣讲 玛大忙忙忙忙的要死的时候 玛大就发火了 就看到玛丽亚坐在那边什么都不做 玛大就去跟耶稣讲 看看我的妹妹什么都不做 叫她来帮我 当耶稣说 玛大玛大玛丽亚选择是最重要的 玛丽亚说是玛大玛大 玛丽亚就断开开就退后了 你不可以拿走 那故事就停在这边 在我们基督教的圈子里面 很多人都把这个故事来提醒我们 他们常常讲 我们不要学玛大 我有常常讲 不要这样忙来忙去 不要忙来忙活 我们要学玛丽亚 我们要学玛丽亚 坐在那边 什么都不用做 听耶稣的教导就对了 不要学玛大 忙到不要死到后来 什么都没有得到 其实这样这个讲法 就是说什么都不用做最好啊 这讲个可怕的就是说 秘书都不用做就对了 有一点像我们中国的哲学家老子所说的 老子说清静无为啊 老子说神静 神静无为 什么东西都不要做最好 没有什么都对了 我曾经跟一个牧师谈过话 我刚刚就为牧师说 可以 我当时叫他说 我们要开葡萄会啦 要给信很多人来教会啦 来学教 我刚为牧师说 我们要回葡萄会啦 我们要回家 几多人来啦 他跟我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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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用做 你有许定我们没有不用做 上帝要他来 他自然来 上帝不要他来呢 他肃子来的啦 上帝不要他来 他就不会来 上帝不要他来 他就不会来的啦 当时候我不懂怎样 回复他这句话 除了很想骂三次经过 除了 这就没人打不出警觉啊 我不懂怎样回复他这句话 如果现在他跟我讲的话啊 我就会叫他 你去太阳下等一等啊 上帝要给你吃 他就会降下东西下来 上帝不要给你吃 上帝就不会丢东西下来 上帝不要给你吃 上帝就不会丢东西下来 所以你慢慢等啊 有个发展啦 其实是不是圣经的教导是这样 很多时候我们的解释 其实是 不是圣经里面的意思 而是我们自己的意思 毕竟我们很多时候是喜欢别人同意我们的看法 这一种讲法男士们最有经验 当你的女朋友跟你讲 我好看吗 他不是问你他好看吗 任何有一点头脑的男的都会说好看好看啊 他的意思是你要同意他好看啊 如果你讲真话你就很麻烦了 当我们看这个章节的时候 其实啊最容易得到的结论 就是耶稣要我们学马大将全部坐在那边 马利亚这样坐在那边 听耶稣讲道就可以了咯 不用做其他的东西 看这个章节其实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我们聪明的话我们一定会更这样做 想象我们都是这样做 想象我们到底就讲道的 在每个礼拜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不用唱歌 我们也不用读记 我们也不用讲道了 牧师跟我就很清闲了 什么东西都不用做 就在那边静静的等 就在那边静静的等 要不用笑还那么哭了 要不用笑 OK 这问题是 这是不是上帝要我们所做的 其实不难 很多时候我们要了解整个圣经 了解圣经的意思的时候 我们必须看 整个整个情况 不是单单看一个章节 首先 首先 圣经从来没有讲 马利亚没有做什么事情 只是说当耶稣来到的时候 马利亚坐在那边听耶稣讲 当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 当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 也许马利亚跟马大也在一起忙 我相信应该是这样 这是合理的猜想 只有在耶稣在的时候 马利亚在放下手上的工作 来听耶稣讲道 所以当我们看整个事情完整的时候 当我们没有整个书家转整个 我们的记论也许不一样 在十年前 大概十年了 十年前 我去上课读法律的时候 我是上一些很特别的法律课程 我们是写判词的 我记得当时候 这个是政府弄了一个很特别的课程 因为政府为了这些书家发生 所以当时上课的那些学生 当地教华和教班的课程 都是很资深的律师 都有在当时律师 有印尼的总检察官 有印尼的董事官 有瑞典的自身律师 马来西亚的文来的一大堆 那些律师在那边 其中有几个笨蛋 好像我这种不是律师 当时因为他们都是律师 当地因为都是律师 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 第一个作业 就是写一个案件的判词 当时因为每个都是律师 所以教授也没有教我们这样写 他们就好了我就惨了 所以我就怎样呢 我就找很多那些参考书 我就写一个参考书 我去找我喜欢的句子 用电脑Google去找 用电脑来用电脑 来用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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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讲 OK 这个大法官讲过这句话 那个大法官讲过那句话 来用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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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私 来用电脑 就写了我的判词 就写了我的判词 我还写了好几十面 写了我的词 你知道我考多少吗 我考多少吗 我拿A咧 我用A 开玩笑 我讲怎么会拿到A 我不及格啊 一直我自己不及格 为什么不及格呢 一直没不及格呢 因为我根本不了解法律 因为我根本不了解 怕论 我只是这边拿我喜欢的句子 那边我拿喜欢的句子 我拿着要我自己 好不容易要我自己 讨过 我以为他支持我的论点 其实不是 我只会说 他支持我的论点 因为那个判词这样厚 我只是看中间一句话 因为这么判词久得高 所以其实我误解了他们的意思 我写的是我喜欢 所以不记得 今天我们只要看的故事 其实耶稣所教导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要真正明白这个故事的意义 我们必须看前面看后面 其实我本来想要大家读 从25节一直读到42节 不太长 25节那边讲起讲什么你知道吗 其实25节下来讲的是耶稣讲一个比喻 耶稣在还没有去马大的家里的时候 他讲了一个比喻 他讲了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我大概讲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我大概讲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这个故事讲什么 以后也许我会讲这篇道 也就是说在路上有一个人被打抢 被打到半死 在那边抢了就躺在那边要死了 然后有一个祭司经过 当地有什么祭司什么经过 什么东西都没有做就走过 还有一个利未人也走过 什么也没有做也走了 然后经过一个撒玛利亚人 这撒玛利亚人就替他包裹上口 然后送他去一个旅馆 叫那个老板照顾他 还给钱那个老板 耶稣当时候说我们应该学习这撒玛利亚人 这故事讲完之后就接下来就是进到马大的家的故事 如果你把这两个故事合起来看的话 其实耶稣的教导并不是叫我们坐在那边什么都不做 反而耶稣的教导要我们学习这撒玛利亚人 要我们学习好像中兵牧师 好像我们的主席好像我们的委员们一样 好像我们的中兵牧师或者这个土地亚 我们做到办事 因为这个话题 我们应该学习 这样看起来到底这个马世纪 马大马利亚这故事要教导我们什么 搞到你这么麻地 这些故事教导我们呢 其实这故事教导我们是 我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法文字 英文叫Priorities 应该是重点吧 英文是叫Priorities 我找了一些翻译 我问的翻译是优先 优待 重点 当年 优先的持续 优待的持续 但是我觉得这些翻译做不到精髓Priorities 我看我这讲翻译 只不够精髓的地方 不过没有办法了 就单是讲重点 重点的持续 什么叫做重点的持续 也就是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的时候 有一些会比较重要 一些比较没有那么重要 并不是表示另外一件不重要的是很不重要 并不是说怎么不重要的 我说不重要 而是比较不重要 这比较不重要的 也就是事情有先后的持续 那些素质物 带跟熬个细细 比方说中国人的文化 比方说中国人的文化 我们吃饭的时候 尤其在一个大桌子吃饭的时候 尤其在一个大桌子吃饭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大家的习惯 不过我的家族的习惯 那个桌子上最老的人不动筷子 其他的不可以动 所以年轻的动筷子一定被揍了 所以年轻的动筷子一定被揍了 是不是这些年轻的比较不重要 对不对 这般的年轻的不能咬呢 不是啦 不对 是因为我们华人很注重尊士重道 因为我们华人会尊士重道 所以年轻的一定先动筷子 代仗比将该抗路了 这是次序重点的不同 那是次序重点的不同 其实我们人生里面 我们的次序重点常常在改变 其实我们人家的次序重点 在重点外国人 根据我们的年龄 根据我们的姻类 根据我们的知识 根据我们的资格 根据我们的成熟 根据我们的家族 我们常常更改 这点点来过去 比方说我们小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尿的地方 我们小的时候一整天都想玩 尿的地方一整天都想玩 在晚上的时候也想玩 晚上要去哪里 但是爸妈妈 我要玩的时候就叫我去睡觉 每时候要那么久 阿爸阿嬷就叫我开 早上我要睡觉 别偏偏叫我起来 偏偏叫我起来 你为什么我们的重点不一样 在年轻的时候呢 整天想着就是年轻人就是打电话 那时候每个人家里面就有一个电话 不知道为什么你的父母在你讲电话 一个钟头之后就叫你挂电话 都还没有讲到重点 现在我没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因为我的孩子有自己的手机 当我们大进社会的时候 金钱地位变成我们的重点 日以续业的我们工作 我要爬更高 我们必须了解 其实次次的前后并不表示第二样不重要 只是第一样比第二样比较重要 我们工作群劳的工作赚钱养家重要吗 我们勤劳的工作让我们生活更好一点重要吗 我们勤劳的感觉在国家有好一点重要吗 重要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知道工作工作工作而忘了你的家庭 我们的地位越来越高但是家庭越来越破碎 我们的重点持续就不对了 赚了全世界也没有用 我们的孩子们有好成绩重要吗 我们的孩子有好成绩重要吗 很重要 重要 我们孩子能够学各样的东西重要吗 孩子有好成绩重要吗 当然重要 但是今天太多的家长 把这重点搞错了 孩子们几乎每一天都送他们去补习 星期六早上送他们去各种的课外活动 去了游泳去弹钢琴 那有中而有陪牙 放了钢琴去拉小梯琴 拉钢琴然后就要拉了小梯琴去学勒拉蕾 啊 生的拉去勒拉蕾 又是有卡拉OK 不是卡拉OK啦 去学卡拉低 喔卡拉低 去完卡拉低学打架尔夫唱 附近卡拉低来有去打架尔夫唱 你以为没有这种字啊 你以为不就有诅识啊 我有几个朋友就这样 我相信你們也認識幾個是這樣 我覺得孩子們的優先 重點的優先 我不是認為 孩子要學習的是怎樣跟人相處 孩子要學習的是怎樣跟人相處 我覺得更重要的孩子要學習的是 在他年輕的時候能夠有一個好的童年 我建議幫我孩子 人家的優先調 有一個好的方式 準備提一提 我的孩子沒有去補習的 準備回去 我的孩子沒有補習 讀書重要嗎 學徒人家要嗎 重要 人家要 什麼都做得好 重要嗎 沒有到你後 人家要嗎 重要 人家要 但是我們的優先 重點是應該在孩子的童年 那你我每個優待應該的待孩子的頂著 也許我是比較過時代的人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要告訴你的是 我要告訴你的 也許剛才我所說的你不以為然 但是知道東西的優先重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們是基督徒 我們是基督徒 我們在這個位置的教育基督徒 作為基督徒 我們優先次序應該是什麼 我們優先次序應該是什麼 就好像耶穌告訴瑪利亞一樣 優先 他跟瑪大說 瑪利亞已經選擇那最好的福分 他跟瑪大說 瑪利亞 他這間斷戒了 最後他才不分 也就是說 最重要的是我們跟神的關係 但是你說 對人搖擺在外面的關係 我們不要講太遠 不用說太遠 我們講坐在這邊的時候 我們怎麼說 我們坐在這邊 我們的重點在哪裡 我們的重點是敬拜神 我們的重點是學習神的事物 我們的重點是學習神的事物 我們學習更加摸清神的心意 讓我們能夠更加認識神更加愛神 當我們坐在這邊的時候 我們唱的歌 我們讀的經文 我們聽的講章 我們彈琴所做的一切 都必須帶領每一個人向神 如果我們所做的一切 如果我們所做的一切 把我們的重點移偏了 我們問題就大了 如果我們所唱的歌 讓大家注意的只是這些人在這邊的表演 我們的重點就偏了 如果在那邊打鼓的那個人 所做的只能夠使到大家心跳一點 而不能夠更加壯著在你的崇拜 我寧可不要打鼓 如果我在這邊所講的到 讓你記得的只是我在這邊開玩笑 而不能夠把我們的崇拜 集中在神的身上 然後你問我們 我跟他打鼓 我這裏講的沒有結束 在那邊開玩笑的 沒說了 要是只能 搖擺的聲音 搖擺的聲音 我就嗜去了所有的重點 我就嗜去了 碰音的人聽不懂 是不是說我們這些唱歌 讀經 彈琴不重要 對不對說我們小弟哥 大聲的人不能搖呢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不是這個意思 很多時候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 你知道嗎 就知道嗎 單單透過讀聖經 單單拍天經 就好 很多人就從裡面認識神 而接受耶穌教 就好 就讓他們引入 下天經拍天經來認不定 有一個很出名的神學家 奧古斯汀就是這樣認識神 有什麼順便給奧古斯汀 唱一首好的詩歌 很多時候就能夠感動人來到神的面前 有多少人 因著John Newton所寫的那首奇異恩典 而認識了神的恩典 我當然因為 如果John Newton 你唱這篇 是基因的帝國 來接不住的時候 接不住 當你聽那些 音樂 很好的音樂 當路下 都會好好的音樂 就好像John Steiner所寫的 那個石架受難曲 我每次聽 我每次流淚 我每次聽這首歌 我每次都很緊 因為這首歌曲 深深的感動 因為這首歌 深深的感動 這些歌 也可以深深的感動很多人 這一些讀經 這一些所唱的詩歌 如果這些活動 不能夠帶我們更深的認識神 讓我們更加能夠以神清靜 我們就失去了重點 幾個星期 幾天前 我讀了一篇文章 它是 等一下我看這樣講 衛本俠 衛本俠是 Reverend Dr.衛本俠 衛本俠 他是衛理工會的會政 他在衛理工會的會家 他寫一篇文章 在website 在那個website 叫什麼 網絡 他當時講 現在教會的 十個崇拜 越來越專業化 整個台現在變成好像一個舞台 整個海好像都一個舞台 燈光啦 音響啦 一切都很好 但是問題是 這個表演得太好了 表演得真好 別人不能夠專心看到神 唱歌是很好的事情 能夠彈琴是很好的事 當我們唱歌彈琴的時候 我們應該能夠把我們的 大家的專注力帶到神的身上 做得更好是很好的事 問題是我們人很多時候 因為我們是罪人 太多時候我們做到一個程度 所有的目光我們要專注在我們的身上 因為我們自己的信用心 因為我們自己的驕傲 這是一個英文講 像Sleeply Slope 一下山坡的 一直滾下去 一直滾下去 十多年前 我負責建一間教會 為了建教會 新的嗎 我就必須去參考參考其他教會 我就去了很多間教會看一看 可能我比較老派 我很喜歡那些天主教堂 我也去看了一些很現代的教會 有一間教會給我的印象很深 我去那邊的時候我看到什麼 我看到一個台很大的台 那台很多電線 那台很多電線 那電線有很多 很多個 有鼓 有一個 有這個keyboard 有這個電線 很多這些stand 這些 全隊的這個 一大堆音響的東西 全隊的音響的音響 但是沒有講台 但是沒有講台 沒有生餐座 也沒有登山路 沒有十字架 也沒有打到的 嗯 如果 如果你不講這個是教堂的話 也許沒有人知道這個是教堂 讓我再講一次 讓我再講一次 有著好的印象是好事 我們應該把最好的獻給神 大家一起唱歌唱得很好是好事 那我們必須把所有的集中力能夠把大家帶到神的面前 而不是讓家看到我唱得多好聽 我唱我跳得多好 重點必須清楚 我們海南人吃海南雞飯 最重要的是雞跟飯 跟 也許吃辣椒 我不吃辣椒的 所以辣椒對我不重要 我不吃辣椒 如果你花了一大堆時間 先把那幾堆滴乾 把那黃瓜切到美美 這樣你把它圍結 花一大堆時間 這樣幾堆滴乾 把那個番茄弄到好像天鵝這樣 你忘記那個雞跟飯 你已經走勢了這個重點 弟兄姊妹 當我們離開教會的時候 我們在外面的重點是什麼 如果我們讀剛才我所說的路加福音 從二十五章讀到四十二節 第十章二十二到四十二 你就會看到耶穌所說 什麼是最重要 第一 敬心敬性敬意愛主你的上 第二 愛人如己 當我們離開這邊的時候 也許我們的重點就是愛人如己 讓別人看到我們的好行為 讓他們知道基督教不是光碩不戀 讓我們做出來 讓我們站出來 從別人因為我們的愛 從別人因為我們的愛 讓他們看到神的形象 讓他們因為無故 天鵝很正 親愛的弟兄姊妹 如果今天你忘記我所講的一切 至少要記得我所說的次序的重點 讓我們記得為什麼我們在這邊 讓我們記得為什麼我們要崇拜 讓我們的注意力 讓我們的注意力永遠放在神的身上 我們的對力 永遠放在神的身上 馬大做了很多東西 馬大也盜了經德改修 但是他的重點放錯了 讓兩方所了 讓我們從這馬四姊妹的身上 讓我們從這馬四姊妹的身上 記得我們 我們侍奉的是什麼 讓我們一路 我們的侍奉的是什麼 領事的 繼續領事 彈清的繼續彈 搞電腦的繼續搞電腦 做音響的繼續做音響 最重要的要知道我們做的是為什麼 我們的重點放在哪裡 將一切榮耀歸於我們的神 拉丁文說 Solidio Gloria 我很喜歡這句話 也意思是說 我永遠大 RN 我要回答神 她永遠 każ什麼 我們永遠歸給神 Terima kasih